中華被強風吹落 砸得粉碎 嚇人的場景就在關島 馬娃以60年來最猛烈台風之姿 扭步逼近 預計在24號晚間 從寬度僅僅48公里的關島貫穿而過 還沒登陸 暴雨 強風 風暴潮 三重威脅已經先壓頂 陸續傳出社區斷水斷電災情 預計水電可能中斷數天甚至數週 聯邦緊急部門與民間組織 早早派出應對小組以及物資 一方面是因為關島是美軍 在太平洋重要樞紐 另一方面也要緩解民眾 快要炸鍋的焦慮 預計馬娃將持續往西北溪推進 26號晚間到27號上午 進入菲律賓海域 威力可能會再增強 就算沒登入菲律賓 也可能帶來強烈降雨 當局不敢大意 已經部署快速反應小組 大意新聞抽款編譯 有個有個有可能性的 谢谢大家